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呢,今天我们就要用Excel介绍一下,介绍一下Excel的用法,然后用Excel制造一个,就是说我们自己复习,复习单词用的一个软件哈,也不是软件,就是一个文件哈,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文件,就是我自己做XLSM,一般的Excel文件它后面不是这个,一般是XLSX,是吧,它为什么变成M呢? M就是说里面是有Macro,Macro是什么,Macro中文就叫红了,很多使用Office的这些用户,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有个叫做红的东西,然后你经常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哎呀,开始了,啊,更新了,我们先看看这个,就是,那我就先讲讲这个Macro这个红的问题,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Excel自带的一个,就是编程的一个软件, Excel它本身是非常接近编程软件的,所以它可以自己,自己编一些程序,然后重复这些动作,然后,呃,然后就让这个工作可以变得更顺利,嗯,很多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word和PPT,PowerPoint里面也有这个红, 但是它们是不能够直接用,word和PPT来编写这个红的,是需要用Excel编写的红之后,然后,对PPT和word进行授权以后,就是说,呃,在那个选项里面勾选,它可以用的时候,你可以用Excel去,去在word和,呃,PPT里面使用这个红,呃, 简单来说,一般就是,如果你在工作中,你会使用红的话,那就会显得你这个工作就,工作能力就非常强嘛,然后大家就会,嗯,对你另眼相看,因为,如果你仅仅是会简单的Excel这些,嗯,基本,基本的那些,操作的话,你如果会简单的基本操作,你就可以做一个红, 简单来说,就是你把这些基本操作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每一个操作组合起来,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复杂的一个程序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自己在网上找的资料,然后,进行了一些改正之后,做的一个,一个红的一个情况,然后,嗯,这个红呢,主要就是,如果说你对学习有兴趣,哈,对记忆类的学习有兴趣,呃,那我觉得这个红是非常好用的, 啊,好用在什么地方呢,嗯,好用主要就是说,它是,呃,它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是随机的,然后,随机的出现那些东西就是说,人的复习最,最害怕的是什么,老是重复顺序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很多我们背四六级单词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对吧,都是被第一页,永远都是在被第一页,abandon什么,后面都进行不下去,因为它这个记忆当中那个顺序都记下来了,顺序记下来之后就会显得无量, 然后你的脑就没有这个动力去继续进行学习,那么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单词进行随机的一种排列之后,你就会发现,呃,你的学习动力就会上升了,然后你就会有这个兴趣去复习,因为你每次看到,即便是同样的单词,只要它放在不同的顺序当中,你也会觉得,哦,这是新的,因为有个新的顺序,然后你就有一种新起性,你的脑就一直,呃,停留在一个刺激的状态下, 然后你就可以更多的去学习,这是它的第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就是说,嗯,它只要你往那个Excel里面加单词,它就可以不断的往上叠加,然后你可以做自己的一个,一个练习本,一个就是单词布,然后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排列这些单词,然后,嗯,和这个就是老师教你怎么去学,然后老师认为什么重要,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第三个推点就是说,非常非常小,就是说,如果你只用Excel里面这个红的话,它这个一个,一个上万个单词的一个这个软件,最多也就六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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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个Mb吧,就是跟这个市面上的大部分,六百八十三kb吧,你就是放一万个单词进去,大概也就六百多, 然后一个六百多的kb,然后让你可以复习一个月,两个月这样的话,那是非常划算的嘛,比比你去买一些什么六百g啊,七八百g的那些学习软件,肯定是,肯定是更划算一点,那么,因为今天是要,是要想办法来讲这个问题,所以,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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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文件哈,你看啊,现在Excel已经生计完了,然后,嗯,嗯,现在的生计ALL,我们都不管哈,它里面会出的,这是全球日本版,这是这是日本版的,就是这个 mac里面的这个,先看啊,有一个ですね,让,让,NET就说,它对于 것이 这是氪龙的意思,让 sacrot dns, İşteo 10ns,哎呦, aparece! 不更新 这个里面是有其他的 好 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文件的形式 就是这里有一页是个答案 是吧 就是文文字幕写的 这个答案 然后这边是问题 这个设计的是20个问题 这个主要是我自己学的汉字 这个就是日本的成语 西寿过灵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 鲁湘工还有鲁林工 就是西寿过灵之后 这个就是春秋开始 这是孔子春秋开始的时候的一个成语 西寿过灵 这是日本的一个传承中国的一个古成语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那个难易度的这些题目在里面 然后每一次你就是按一个快捷键 然后你看他就他就发生变化了是吧 你刚看到了 然后他就发生变化 然后我们来调一下他的大型 然后每一次他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而且都是随机的 然后 又出现了20个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 自己看这个 然后对这些答案 是吧 这个你看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 这个这个表是分了四个部分 一个是 最简单的一个 第二个表 一个重要的 第二个表就是如何随机生成的一个表 按一下 你看他就随机生成了一下 是吧 然后这个是总表 这个总表是所有的 你的单词都集中在这里面 就把它 把它往总表里面填 然后 分三行 有一行是答案 有一行是其他的 各种属性 这第三部分是加了一点 让他好看一点的 设计 然后 你可以看这个我总表里面放了 一万 大概一万两千多个 单词吧 然后已经是把那些重复的 删除了 已经算是个小字典了 这是我花了好多年时间 把它填在里面 原本的都是Word里面 然后再把一个个拷贝过来 然后花了一段时间做出来的 一个 一个 然后 我现在就是靠这个来 学这个 学这个日文单词 那么 我们知道学这个日文单词是这样的话 这个东西确实很好用 那么到底应该用怎么样的代码去写呢 比如说我们像 我们想自己做 这个 这个 就是 学单词的 工具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 我们打开这个开发 就是日文当中是 开发 开发一般是没有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选项里面 先让它开发这个能够出现 然后这里面有个红 然后你可以看到红吧 然后有个红的记录 打开这个红的记录 这是开始 那我们就打开这个红 然后这个是 原有的这个红 然后这个原有的红呢 就说 和这个Windows的那个 Excel稍微界面有点不一样 但是大部分都一样 就打这个step step in 就是看它里面的这个代码 可以看到 我们打开红了之后 就会有个代码 然后 它一共 只有大概10行左右的代码 它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这个 这个名称 sub就是 按它的名称 第2行就是说这个总问题的 呃 定义 这个所有的问题 作为一个 字符的长度 这个所有的所有的VBA 它都有一个基础 首先要有个名字 然后要有两个 要有定义 就说 就好像你 你一开始的这个 写个文章嘛 写个论文嘛 你先要定义一下 你要说的什么概念 这个定义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要讨论一下中国文化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 这一般是论文的那个标志嘛 说就VBA的时候 就叫VBE 用的是VBA的语言 它VBE是这个叫做 Widdle Basic Editor 这是那个VBA的编辑系 然后这个是 嗯 初题的数量 silic question count as long 初题数量 然后total question 然后就是 上面定义的这个totalquest count 是这个东西吧 你知道totalquestion count 等于12005个 就是我第一个总表里面的做的 然后这个silic question count 20个就是每次出20题 然后dim i as integer 就把i做一个定数 然后dim r as long 一个一个长度 是吧 然后 先把seeds实验 这一个表里面的 crumbs b clear 就先 我们看回那个表 它这个实验这里面有个b行 b行就是需要出现 出现它那个 出现它那个单词 随机单词的这个 这个一行 然后 你可以看 step 然后你可以看它 先把这一行 去掉 然后在london rise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命令 就是让乱数 让它随 随机生成一个数字 就是按照这个12005和20的 在这个seeds crumbs b里面 再生成一个数字 然后 然后 然后放idon into selection account 就 从1开始出题 这个是从这边 1到20 idon rent int and total question count 就是 从总问题当中 总问题最后一道题 一直到最后一道题 rand rand 也是就是 非常重要的 randomize 这两个 如果你不加这个randomize 的话 就说它 它那个random 只会出一次 然后它以后就固定了 然后就不会再有第二次 而rand的这个这个命令呢 就是说 它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需要的那个 那个命令 是rand的这个括号 就是total question count 在这个total question count里面 rand一下 然后从seeds 综合里面 rangea1 这个offer 然后r20 这个copy 把这个 综合里面这个 这个范围的东西呢 把它拷贝到试验当中 就是刚刚已经 对吧 已经把它全部都clear的 那个部分 然后把它新做的东西给抓进去 然后 rangeb and i 就是把它放在 i 就是刚刚已经说的 这个sily question count 就是r20 让它 让它这个 放在b n 然后 b n i 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total quins account 简易 然后就是 等于 做一次 这个命令 我到现在 未知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 但是 呃 它原本的这个代码 就是这样写的 然后next and sub 就结束了 就这么几行 然后你就可以做到了 然后 嗯 简单来说呢 我觉得只要照抄的话就无所谓 如果说你 vba学的更好一点的话 你可以可以自己再进行些改改编 但是这个已经是我认为是最简单的了 然后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 如果说按照它那个的 过程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按了一个 快捷键之后 它就是先把这行全部都 去掉 然后再从这里面抽出20个 20个单词 然后放在这里面 对吧 然后我这里用的vlookup 就是 只抽这个问题这一行 然后剩下的所有的 就是vlookup 我这个vlookup 是 这个 低这一行的 然后 但是vlookup 就是把这个 对应一下 为什么 用了vlookup 你就需要把里面所有的那些 重复的那些 给去掉 要不然的话 问题当中有重复的话 vlookup 只会 找到第一个 而不找到下一个 所以你 你需要用那个data 把那个重复消除这个 一个命令 然后 这vlookup是这个 那design的话 这些全部都是等于 等于这个实验这个表里面的 第2行第3行 然后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自己搞得漂亮一点 是吧 这是我们公司的 稍微做一下 插入广告 然后这个最后是回答 这个也是vlookup 对吧 只有vlookup 然后 一共是四行嘛 然后就是 把这两行 作为答案 然后这个是 就是提示 然后对行 无事 然后这样做一下 然后每天就是在这里看看这个单词 对吧 这个也决明大概应该是阿瓦比 对吧 我看是吧 啊 不对 不好意思 然后 白花菜啊 什么 胡尔草啊 Tunakai 是日文里面的 那个叫做 米露 是那个 圣诞老人旗的那个 路 然后 这个 这个应该是 卡塔西罗 诗的话应该是 卡塔西罗 是不是 卡塔西罗形态 今天今天我才刚看到我啊 刚复习过 是吧 呃 这 或者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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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 来自己来 学习这些 以南问题 所有的学习呢 简单来讲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困难的 主要是你 你要维持兴趣 去重复就可以了 那好 今天介绍的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吧 感谢观看